学习HH第三世多结枪佛正法的可贵 多年来,喉咙不时传来的刺痛感困扰着我 我几乎把邻近的诊所都看遍了,也吃了药 但都没有办法明确告诉我,究竟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 我的几个女儿都在医院工作 他们看到我的心情从初始的不以为意 到现在惶惶不安,神情紧张,也慌了起来 在他们的安排介绍下 我找到了中区某间大型区域医院 医生为耳鼻喉科的权威,百大排名 一系列精密的仪器诊断后 医生初步判定为 喉咙溃疡,衍生成癌症 要我紧急安排,开刀切除 一听到癌症两个字 我整个人崩溃了 害怕的我,紧张不已 从小到大,胆子特别小,又怕死 我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整个人呈现崩溃的状态 三女儿学习南谋第三世多节羌佛正法 一年多了 不忍自己的母亲受病痛之苦 于是带我去见望曲尼吉仁波切师兄 尼吉师兄 这疾病已缠着我多年 都检查不出病因 经某某中区大型区域医院 耳鼻喉科权威 才得以检查出是癌症真因 我非常难过地叙述这段检查的过程 边说边流泪 觉得自己没有希望 没有未来 不晓得如何是好 杨妈妈 佛菩萨慈悲 你自己真心诚意地到佛堂 向南谋第三世多节羌佛 诸佛菩萨去祈求 去忏悔 我跪在佛菩萨的面前 泪流满面地向伟大的南谋第三世多节羌佛 诸佛菩萨真心忏悔 认真的祈求 在此之前 我没有学过一天佛法 活了几十年 此刻的我只求能够活下去 由于这个打击 我才稍微明白 无始无明所造恶业 现前的恐怖 其后 尼吉师兄给我一颗极其珍贵的药丸 是圣德修炼的卡卓安德丸 让我服下 我知道此药丸不易取得 极其珍贵 师兄求得如此珍贵的药丸 却愿无私地让给我这个 无功无德的惭愧者 于是我把药丸带回家了 隔天 仁波切师兄临出国之际 不忘托人帮忙 安排至另外一间医院看诊 音音嘱咐 叫我不要担心 我拿着前次医院的诊疗报告 给医生看 沉默的几分钟 使我觉得难熬 七上八下的心情 坐立难安的姿态 深怕同一个答案再次想起 此时 只见医生拿了一根很长很长的摄影管子 从我的嘴巴深入喉咙拍摄 并拿了一个钳子 从我喉咙夹出了一个撞似石头带刺的东西 不是癌症 我得救了 我来到佛堂 至诚感恩 南无第三世多节羌佛 诸佛菩萨的加持 使我的大难转成了小难 使我的大病转成小病 刹那间 我深刻地体会到众生 随时随地 都受着生老病死 轮回之苦 我明白了诸佛菩萨的慈悲 只待众生真心相应 现在的我 已虔诚归一佛门 听闻HH第三世多节羌佛的如来正法 以一颗纯正无邪的心 努力去做佛事 惭愧行者李必招